其實我們業務也都不夠 我們只是願意分享 就是你們有什麼難題或什麼困難 然後我老闆跟三季就是各位的協定 就是我們都願意跟他效勞 分享給各位 謝謝 您是要機早走 這個時候可以可以吧 不好意思 因為我正好也是有一個三十年沒有見的 我一個同學 跑到我家 所以他說他要回國 我要那個 要再回去了 叫我七、九點以前要趕回去 聊一聊 我太太打電話說他在家裡 好 那這樣子 我們 沒有沒有 有什麼問題 不可以問你 禮物 我知道 那我們先把要送給您的禮物 有兩種 第一個是最實際的吃的 我們請我們最美麗的一個社長 好 這個是 這也是他 沒有沒有沒有 請你 請你 他以前是我們騰大女子台學校隊的隊長 來 好 然後是我們的 小心 然後是我們的 我們的社長 要送給您 今天 我們校委會理事長 沒來 我想我代表我們校委會理事長 送給一個感謝狀 好 這樣子的話你們就可以先離席 對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他沒有什麼問題的話是面 我們是很有彈性的 陳學長您來了 陳廷輝陳學長是我們教管系的大學長 以前陽明海運的董事長 歡迎您 敬年齡 帶我們大家跟潘學長謝謝 謝謝 謝謝 送你了 OK 拜拜 是啊 這個我們那個少林的那個傳人 少林寺的傳人 來 這個是 要不要不要耶 你要不要不要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陳大小有 各種人才都有 這位是非常傑出的奇才 呵呵呵 那是我們台灣這個風力花點的這個 這個 協會的 呃 召集人 上一次我們有能源的這個談好 他也是來做的這個很詳細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好 好 那這位掌聲 隨興又集 是不是 好 OK 謝謝黃學長的介紹 我的冒昧就好像講了兩次 不好意思 那今天會有這個題目的協定是因為我們有一次在跟黃學聚餐的時候 有提到說我去少林寺 然後他就希望說我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怎麼會有這麼一個意願 那 呃 我想 呃 這開始以後我先把這個士德健 呃 大概介紹一下士德健這個人 用 因為裡面可能沒有 我先用 用一個 大概的 用火頭跟各位報告 士德健這個人 他本名叫做丁弘本 他的華靈就是德健 那華號叫合一 他是 黑龍江 客山縣的農村 一個 一個農村子弟 那現在大概五十歲左右 還很年輕 那他從 年輕的時候就一直想洗舞 那一直到最後他就 被他爸爸跟 說你不是要洗舞 那你就 好好去洗 去學 那最後他就 少林寺去求師 那少林寺這邊 他就拜了一個老師 叫做 豎起大和尚 張老師 那他的 從那邊開始呢 在 1990 開始落寶 出家 那他這個 少林寺 就是 目前我們電視上看到 那少林寺 那個 都不是真正的少林寺 的一個 一個正統的 一個 情形 就是說 目前我們看到 那表演武士 出國表演 都是武術學校的學生 那 是永信 目前是 好像帶著少林寺 但他是 已經偏 政治 偏那個 外交 偏商業 他跟真的 傳統的少林武功 是 比較沒關係 他本身是回五國 那 士德監這個人 他進去之後呢 他就 拜了一個叫做 張慶賀 就叫 行慶法師 那張慶賀 這個人呢 他的老師呢 叫吳三林 那 吳三林的老師 叫吳古倫 那吳古倫 這個人就是 各位有看過 少林寺的一個電影的話 就一個 少林武爭 打出三門 這個 他就是 這位 這位 少林武爭 為什麼會打出三門 就是清朝的時候 他們 開始在 整個 清朝實在 反應復名的基地 是在少林寺 所以他們清朝 一入關以後呢 就要滅少林 所以滅到最後呢 他們所有少林的武爭 沒有人敢練武 他只能晚上 偷偷練武 到等到他 清朝已經穩定以後呢 就有個大人 就跑去看那個 少林武爭 那堅持要那些 你還在裡面練 修行的和尚呢 要表演武功給他看 說我認為你們一定有武功 那就被迫去練武 給他看 不練的話 還會不行 那結果看了之後呢 這些武爭 等到大人走以後就認為說 他一定會大軍牙性 要把他們滅掉 所以最後他們就決議說 派一個人當代表 就是五穀人 就你是在五歲就出家 到時候那時候已經四十幾歲 你的對少林武功 他們叫信義法 信義法就是他們的上職武功 他是學得最完整的一個人 說你負責就出去隱姓埋名到民間去 然後呢 你必須負責把 萬里我們都被炸掉以後呢 你一負責把這武功呢 送回少林 再傳回來 那就真的 但是那少林是有個皇 有個四龜 就你已經是出家的一個武爭呢 你要出去 所以有辦法 就打出山門 就所有的武爭就圍著你 不讓你出去 那你用你的武功表現 你可以打出去了 他就真的打出去了 所以士德劍他學的 這個是等於是 從清朝斷根的一個武功 他就把他拉回來 然後現在又回去 在三皇寨裡面來修行 那他到二零零五年他決定出來 他已經修行十五年以後 他決定出來 洪華 就是他把他學到的殘五一 這個生活文化呢 要弘揚到全世界各地 他還跑到香港 美國 他也最後一次來台灣 就是今年三月份 二月份時候來台灣 那台灣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是來看實際 法庫山 星雲 還有海洪產業 他們是怎麼來洪華 是怎麼來建這麼大的規模 那看完之後 他最後回去那天下午 我的朋友就說 欸 你要見一個人 就要我去跟他見面 然後我就跟他聊了一個下午 那晚了他要我再回去上一件事情看看他 就到他的三皇站去看他 那其實我並不是懂武功 我對這個領域是一直有注意這個領域的事情 那我想 黃學長每次在開班授課的時候 我說我去參加 在大安公園那次我就去 那這一年就是 我的看完是說 我今天不會講他唯一文化 我真正的 跟四個間自己的演講 我有個光點給黃學長 那他才是真的精采 那個各位有興趣來跟他 看黃學長看了怎麼處理這光點 再來解決這事情 那我今天是把這故事性的東西講完 就算是因為只有三十分鐘 所以我就算交差 那我這個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一個人怎麼到老了之後呢 保持健康 各位 我看最近的書 有個叫崔老爹 103歲會踢腿 對不對 其實那個每個人都做得到 只要你有興趣做就做得到 他是從65歲開始練氣功 練他103歲會踢腿 那這個 這個 我個人我是從大概15年前 我已經每年到連中都會去報到一次 整個腎結石 那我就覺得這不對 每年都要跑一次 那我就到後面裡面看到有人在練拍手工 我就跟著練 就練了七天以後呢 師傅都排出來了 就裡面一個黃學長的時候排出來了 那我就相信他對我有用 那我就練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那我連那個 聖結石裡面去檢查 都一顆 零點幾粒粒都不見了 那 這個好處呢 我也即將跟朋友來檢討 只要你 什麼氣功都可以 只要選一種氣功 可以吃之以後 你就會變成崔老爹 那 那 接下來我就把這個事情呢 跟各位很快的報告一下 這個我對內容我大概就是少林寺的概況 我大概剛剛有說過了 那山王寺也是什麼一個地方 那我們的 我會見他的原因是因為 他希望我給他一個方法論 怎麼能弘揚這個殘魯儀文化到全世界各地 那我就寫了這篇給他 那他也基本上 目前照這個方法再往下執行中 所以我們要說 四得見他的什麼叫殘魯儀文化呢 他是由殘而武 由武而一 達到 殘通武達一理零的境界 這是少林寺一千多年的文化的傳承 那 這個 這個裡面基本的觀念就是 自渡而後渡人 你自己都照顧不了自己 你不要出來去幫助別人 這是他的基本觀念 那更深的 我覺得方典裡面都會有 那少林寺 我們剛剛對報告就是少林寺 那 現在已經脫離 實質的一個少林文化 所以這部分 我們就在 我在給他的企劃案裡面 就完全不考慮少林寺的能量 少林寺在每年的收入是好幾億的年幣 那這些錢 都免用在弘洋少林文化裡面 目前都在政治裡面的一個化帥 然後 我聽說 那個 四永信 他是 什麼壞事都做盡 那這個 這三皇寨 各位看這個情形是現況 那他 這個是 四德堅 花了十幾年把它蓋起來 每一塊石頭 都是用當地的石頭打 用左鋒打出來 用 比衛的 古建築文化 去把它做出來 還有 有些 我親自去的一個照片 該會可能更明確地說明 那這張照片裡面的 上網站 就是他第一次去蓋的時候 是也沒有人叫他怎麼蓋 他蓋成這個樣子 蓋完之後又把他打掉 再蓋一次 他整個蓋兩次 所以 這個 他 根本就一毛錢都沒有人 怎麼有錢去蓋這兩次 那那個老師 就行進法師 就叫他去蓋 他說我平時怎麼蓋 我兩手一毛錢都沒有 他說你就 因為你懂醫術 他用醫術 去醫了很多人 那這些人 感恩 借錢給他 總共借了一千多萬的人民幣 那你把它蓋起來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那醫術的高密 很多 嚴重的癌症病患 什麼都被他治好了 他幾個徒醫親 經過跟我講的 他不是他講的 說他我出家 爸爸對我不諒解 但是呢 我爸爸後來有青光炎 有鼻眼癌 都我們老是法治好了 所以 後來就諒解 那這個我想 這很短的一個簡報 就是說 這個怎麼去把殘污一眾文化 是 是